红绿灯也会无缘无故遭受交通事故 波奇将去男子他驾驶着广告用的掉币车 行驶到花莲市的国联二路国联三路口时 把国联二路的红绿灯号制给撞毁了 以及电缆线都整个拉扯锻炼 幸好没有波奇到另外一边的车辆 不知道是过于忙碌还是急着回公司 花莲市一辆有广告公司的掉币车 行驶到国联二路国联三路路口的时候 由于忘记收起掉币 将入口的红绿灯号制毁损 以及电缆线遭拉扯断裂 幸好行驶在对向车道的车辆没有受到波及 我们原本在店里面 然后突然就是听到外面 就是看到外面那台广告车过去 然后就看到他那个是 已经是上翘的状态 没有收好状态 然后就想说完蛋 但那个司机好像也没注意到 结果过去的时候就真的就蹦很大声 他就把那个 红绿灯号制毁损以及电缆线遭拉扯断裂 警方在货报之后立即前往处理 并且也通知了花莲县建设处交通科 出估维修费要6到7万元 专用的吊备货车为收起不慎勾到三车号制造成号制损坏 那警方迅速到场协助处理 那后续的相关赔偿责任我们会通知花莲县政府交通科跟车主求偿 那呼吁工程用的吊备货车或工程用的货车在起始前 需要能检查吊备是否收起在上路 驾驶张心男子的酒精测值是零 广告专用吊壁货车因操作吊壁完成后没有将吊壁收起 造成红绿灯耗制毁损 6、7万元这维修费恐怕也是男子永远不会忘记的过错 记者林杰花莲士 采访报道